各位道友好,我是清魔书金 魔灵的攻略也是拖了很久 主要up主也经历了大量的测试 最终还是觉得暂时放弃铃铛 成归成,土归土,回归拍卖行了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还是养不起 所以这期视频做了也不是让大家无脑学的 反而是警惕大家一些东西 接下来很重要,请耐心观看 第一点是幽灵的气纹 饼字词条,厚土和阴阳的是一样的 正月的就略微差了一些 同样是紫色气纹的情况下 正月的增伤为33.6% 阴阳厚土的增伤为38.7% 一般的金色的增伤辞缀在12-14%之间 正常来说,有金色增伤辞缀的正月的铃铛 在同样的紫色气纹的状态下 增伤效果应该是和阴阳和厚土的是差不多的 但实际测试下来,阴阳的似乎要强力许多 正月的基本上就是正常的乘法 也就是35%加上35% 乘以45%左右的这样一个增伤 那么大概也就是35%加10%几 也就是给群攻技能增强0.5倍的效果 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阴阳的铃铛却像是直接加还不止 它就是像35%直接加48%几 并且可能还不止 因为看上去有的时候直接就翻倍了这个技能的效果 所以玩阴阳,玩铃铛的用阴阳的 玩摩凯的用正月的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点就是关于九优明念这个技能 还是想跟大家再说一下 先科普一下 看战斗记录当中的这个技能应该有六条伤害记录 因为这个技能两次升级的过程当中 均增加了法攻加成 那么技能升级所奖励的法攻加成的伤害 它是额外计算闪避会心等等的 所以使得它的初始伤害其实就有三段 接下来分别是两段毒咒和一段引爆 那么权重的伤害可以说是十分可观的 属于杜劫期强势输出技能 所以先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正常的不带铃铛的杜劫强势神通顺序 我个人认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极大的钳制了九优和太一神光两个技能 毕竟是快节奏的对局 太一的卡顿以及打断输出的能力 在现阶段这个中高战当中 仍旧是十分优秀的 之前也是把大陈七比较好用的 这个后置太一神光给沿袭了下来 确实是也是不太适合当前的这个节奏了 那么主要也是想引出 就是哪怕你是零当玩家 用零的玩家 太一神光和太一神光土呢 还是建议要必须携带的 还有呢同样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切勿 无脑将各种主动法宝神通 全都替换成群攻技能 铃铛的CD转好 那么覆盖的呢也就那么几个技能 如果说这个 你全部换了 我们举个例子 例如这个五夜火莲换成这个灭魂剑 主动古宝换掉了 对吧 那么两者呢对单体输出伤害 确实是有差距的 五夜火莲比灭魂剑打单体还是要高很多 你要更换的话 就要保证灭魂剑吃到增益 否则那就毫无意义 毕竟的主动古宝的CD高达一分钟 对吧 最后呢就是气纹和纪念共鸣的问题 实际上呢最合适玩零的玩家 就是呢在135共鸣或者在115共鸣 停留时间较长 但离再上一个共鸣阶段呢 又比较难的这类玩家啊 就是他这个也算是有个 达到一个瓶颈了吧 对吧 提升比较难 用零呢来提升一下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并且啊 鲜魔法宝提升到这个极品气温 也都是紫色啊 消耗的宁闻宝率 宁闻宝玉 数量也极高 那么按当前到年的水平来看 一般来说啊 只有5万颗以上的玩家 才能负担得起 所以啊 还是建议大多数玩家 切勿强拉啊 强拉这个魔灵 引起反效果 把UP主这套神通呢 抄一抄好 才是最重要的啊 仙界开启 可能还有一场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杜劫呢 可能是一个可以追求一下装备词条的境界 之后呢 就是一些成型玩家啊 铃铛的这个效果展示 神通顺序呢 仅供参考 具体呢 最好啊 按照自身情况 自行搭配 好那我们看一下战斗视频啊 阴阳幽灵释放了 第一个技能天元神联呢 就打出了彗星啊 显示是108亿的这个伤害 然后呢 左上角呢 呃 也注意一下 有一个魔灵的这个buff啊 这时候已经快结束了 最后呢 我们数了一下 共覆盖了五个这个群弓神 群弓技能啊 增伤了五个群弓技能 然后的话呢 这个铃铛也就是一个三子气纹的普通铃铛啊 是没有这个专属辞坠的啊 OK 我们看一下啊 那这场战斗呢 就轻松的获取了 获得了胜利啊 因为这下暴击伤害实在是太高了啊 可以看到实际上呢 是打出了140亿啊 破盾了以后呢 还打出了108亿的这样一个伤害啊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 大概增伤了以后 这个呃 神通和镜子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最后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个嗯 镜子打完以后啊 最后一个镜子呢 没有吃到这个增伤 也可以看到它的伤害对比啊 就是18亿 然后呢 增伤了以后就可以打满啊 其实呢 甚至可以达到一个翻倍的一个效果 但它已经达到上限了 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神通